他只是睡前喝了一口过期的豆浆 结果第二天就双眼翻白全身抽搐 丈夫心急如焚急忙拨打急救电话 可就在男人离开后 一道身影在阳光的照射下浮现 他用双手死死地掐住女人的脖子 不久后女人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一家神秘的医疗机构 这里宣称专门解决特殊的疑难杂症 但其实是帮病人驱除寄居体内的恶魔 接待他们的正是第一天入职的大山 他原本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妖魔鬼怪 直到院长亲自帮他在背后抽出了一团会蠕动的脊髓液 可即使这样也不过是暂时压制他的病情 因为大山体内寄居的是最为恐怖的ND一号恶魔 女人被带到核瓷公正式进行检测 但是在他身上却没有检测出恶魔的存在 检查刚结束贝莉就表示自己没病想要回家 因为从进门遇到大山那一刻他就感觉浑身不舒服 对大山更是充满了恐惧感 但丈夫却劝他既然已经来到这里 就配合检查一下吧 如今看着大山准备的药剂他更加害怕 贝莉下床想要离开 结果却被大山强行按到墙上打药 大山把失去意识的贝莉固定在检测脑电图的仪器上 不久后药效开始发作 贝莉的身体诡异地变成了一个弓形 通过脑电波反馈的图像 他们终于知道了恶魔寄居何处 但大山还想继续观察恶魔给人体带来的变化 此时贝莉的身体形状变得更加夸张 甚至已经超出了正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丽莎想要关停仪器却被大山阻拦 看着贝莉的身体不断变形 丽莎急忙转身拔掉仪器的电源线 经过检查后发现贝莉其实已经醒了 她能感知身体的一切变化却无法控制 因为违规操作大山被请到院长办公室喝茶 院长原本就反对教授把大山留在医院 这下终于有机会说服教授感人了 但在此之前她决定先去确认贝莉的病情 院长刚进门就被贝莉质问 你们有什么权利把我关在这里 然而院长也是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一个跨座把贝莉压在身下警告道 你最好是乖乖听话配合治疗 不然在你体内的东西迟早把你杀掉 随后还说出了贝莉近期遇到的离奇经历 这让贝莉震惊不已 因为这些事极其隐晦就连她丈夫也不知道 院长扯开贝莉的衣领查看 判断出寄居体内的是NDR恶魔 这下贝莉彻底相信了院长的话 最近她也能感受到身体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存在 然而因为大山乱用脑电波对她进行刺激 现在恶魔几乎和贝莉融为一体 一旦强行分离贝莉就会被杀死 但是如果不将他们分离 贝莉就会被恶魔逐渐控制沦为傀儡 为此院长向老教授提议 把他们两个一起消灭永绝后患 还有寄居了NDR恶魔的大山也应该消灭 然而教授却觉得应该给她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大山获得了医院的最高档案授权 这里的资料让她对恶魔有了一定的了解 贝莉身上的NDR属于具有中等危险的二级梦魔Incubus 她会在夜间激活女性的荷尔蒙让病原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梦魔不能长期存在于尸体世界 所以她只能选择寄居在人类体内 而大山体内的NDR恶则是世上最危险的恶魔 她恐怖到能压制其他所有的恶魔 教授就是希望大山日后能够控制这股力量 从档案室出来后大山想去喝水 可饮水机却跟她开起了玩笑 只要她放杯子饮水机就选择停水 气得大山对着饮水机就是一巴掌 然而她的举动却激怒了饮水机 大山被吓得不知所措 还好听到动静的丽莎及时赶到 只见她从包里翻出一个游戏机 游戏机的BGM响起后水怪也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这就是NDR三类恶魔 他们虽然能够独立存活 但没有什么实际伤害 所以一般被装在容器罐里做繁殖研究 听到丽莎提起容器罐 大山突然想到了分离贝利体内梦魔的方法 既然现在梦魔与贝利无法分开 那就让他们待在一起 档案室的资料有提到紫水晶可以隔绝恶魔的力量 只要将恶魔寄居的结石取出 然后用紫水晶封印让病人随身携带 这样梦魔能感受到宿主却无法伤害她 就在他们讨论方案的同时 贝利体内的梦魔再次作妖 长时间处于兴奋状态让她差点窒息 幸好被医护人员及时发现才抢救回来 分离恶魔的手术刻不容缓 他们利用内窥镜在贝利体能寻找梦魔寄居的结石 随着目标的接近梦魔也开始有所反应 在大山触碰结石的瞬间 整个手术室变成赤红 只见一个梦魔正企图用双手掐死贝利 但没多久梦魇就瞬间消散 原来是不受梦魔影响的大山成功取出了结石 虽然大山的能力得到了证明 但院长朱莉依旧觉得教授不应该将她留下 看来医院里还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